大家好我是小罗 刚下班 今天周日啊 常里是补班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放假多多原因了吧 小韩住院要住7天啊 所以今天嫂子帮忙带来一天呱呱 爸爸在这里吃饭 好 刚刚来接嘟嘟呱呱 嫂子说直接在他家吃饭算了 然后等一下吃完饭 要去给小韩送东西啊 昨天他去的太匆忙了 啥都没带 衣服啊 彩虾那些都没有 我们吃完饭先 我估计他有点不舒服啊 千万别再感冒了 要不然就麻烦了 看到姐姐哥哥在这里玩 爷爷下来玩了 小心点啊 这样会摔跤你们两个 好呀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 你们两个不要老是 不管妹妹 爷爷跟妹妹玩一下 要不然他都很无聊的 哇好丰盛啊 这是昨天我家里带过来的豆角 还有玉米 你们两个快点吃啊 吃完我们去看妈妈了 好好好走了 去找妈妈去 汉堡啊 明天好不好 今天没时间了 我们要去 看你姑姑 你去不去 现在我们回家拿东西 等一下我们去看妈妈 东西的话 主要就是吃假炕的药 它现在是两个病一起 不过那天问的意思 就是说 现在这个病 然后吃这个假炕的药 也不影响 还好 然后就是再给他拿一些水果 把梨汁啊 杨梅西瓜 给他切一点 去给妈妈拿这一般小的 好不好 给他带个勺子 杨梅 梨汁 西瓜 走了走了 去找妈妈了 差点忘了牙刷牙膏了 我们要不要去给妈妈买饭 妈妈不用 他那里有饭吃 幸亏今天他舅妈帮帮帮一下宝宝 要不然的话 我也得醒掉了 不过我明天转中班了 中班的话 我晚上一点钟才下班 有点麻烦了 不行的话 我就到时候请假吧 请请请几天假 我们已经到医院了 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灯都不开 这医院晚上真的安静的可怕 别压到妈妈的蒸了 别压到妈妈蒸了 妈妈在打蒸 怎么样好点没有 好很多了 他要动手术吗 不用动 就吃药就可以了 对吃药就要打蒸 先吃点东西吧 然后没有西瓜 要 在西瓜 可能这里怎么没有医生吗 医生现在不用来了 没有放效的 妈妈现在不舒服 这两天你们要乖乖的 大辣瓜可想你了 今天又没见到我又没有见到你 尝一下家里这个西瓜好不好吃 好吃 还可以 一块五一斤 我怀疼多那一年不是在你们家吃的好多 我们那边西瓜都是这样子的 当时挺好吃的我感觉 乖乖也想吃了 等一下回去给你们还有一半呢 这个是你要换的装衣服是吧 对 那我拿回去洗了 好 那我每天当天就拿一套衣服给你换就行了 不用拿衣服啊 这有 乖乖再玩五分钟我们就要回去了 那等妈妈呢 妈妈要 还要好久才回去了 好了再抱抱妈妈吧 抱抱妈妈我们就走了 幸亏我们这两个我还带着坐 昨天来的时候医生说可能要做手术 把我们吓一大跳 还好吃点药打点针就可以了 那我们明天还要看妈妈吗 你想不想来 想 想那我就带你们来 好